大家好,我是蔡律师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用combo卡或者回美证返回美国 那么回美证中文都是同一个词 英文可以指两个不同的事物 一个是你拿到绿卡以前 叫advance per row 另一个是拿到绿卡以后 叫reentry permit 我们在这里讲的主要是advance per row 关于reentry permit 我们在别的视频里讲到过 所以总体这里讲到的是 我现在在办绿卡申请 有的人说我提交了绿卡申请 是不是我听说就好多年 就不能回中国了 当然不是这么回事 我们在前一个视频里讲到了 如果你护照上面的签证还没有过期 那一般来说 你还可以继续用签证来出入 当然了有一些例外特殊的情况 是吧 如果说我拿的是工作签证 那我已经不在这个地方工作了 那你不能说我的签证还在这里 所以我还要用 是吧 不行 但如果你换了一个地方 还支持你的工作签证 那是可以的 像学生签证也是一样的道理 如果你转了一个学校 但还是学生 那你还可以用学生签证 是吧 如果说那我不是学生 我改做网红了 对吧 那这样的话 那你这个学生签证可能就不好再用 但是原则上 如果你个人的生活上没有重大的变化 那你护照上的签证还没有过期 还可以用 那么如果说我的排期终于排到了 我提交了485 过了几个月 我收到了所谓叫EAD AP Convo卡 或者这个AP指的就是Advance Pro 也有的时候它是分开的和EAD 分开单独批准 有一张这个AP纸 这个Advance Pro的这个纸 有这个我是不是就可以出入境了呢 那当然就可以了 有的人说哎呀我听说拿这个回来 会被关到小黑屋里问话 说这个是不是很可怕 那不是这么回事啊 这个有的渲染的可能有些夸张了啊 那就是说呢 移民局对于这种情况 有的时候它要有一个额外的审查啊 具体来说呢 实际上不是移民局了 Technically呢叫CBP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入境管理部门 这个呢也是和移民局一样 处于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的一个单位啊 那它会更多的来询问 比如说你在美国做什么工作呀 或者是什么身份啊 你就会离开美国去中国去了多久啊 你在美国还有什么其他的亲属啊 就这些简单的问题 对吧 对于正常人一般人来说呢 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啊 所以呢 如果你有了这个combo卡或者advanceperol的文件 当然就可以使用 这个前几年呢 不是一个太多的问题 因为疫情原因 对吧 要去中国旅行很麻烦 对吧 隔离 所以呢 非常必要紧急的原因的人才会去 那么现在放开了 好多人说我要去中国吃喝玩乐啊 对吧 那现在旅行的人比起来多 那但是呢 这一点就所以需要注意 对吧 你有了这个卡 当然没有问题 但是也有一些人说 哎呀 我提交了485 好高兴啊 我过一段能拿到绿卡了 那我现在就先出去玩去了 对吧 那你这个时候呢 如果还没有收到combo卡 还没有收到advanceperol会有问题 那你的绿卡申请485申请 可能就会被认为是放弃了 abandon 因此造成485被拒 我们看到移民局目前在这方面比以前更严格 什么人可以例外呢 如果你拿的是h或者l工作签证 包括主申请人和家属啊 h1b l1和l2 h4 拿这些签证那可以啊 这个出境再回来 不算是放弃绿卡申请 放弃485 其他的签证身份都有可能会因为离开美国造成被认为申请 放弃了失效了 abandon 那所以呢 要注意避免 对吧 有的人说我好着急 好着急 那如果你真的有紧急情况 对吧 说呢 你可以提供相应的 比如说家人生病啦 医疗记录啊 联系移民局 要求加快 这个叫I131 advance per load的申请 就是说我好着急回去赶饭局啊 那这个证据大概不够 对吧 那呃 要reasonable 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呢 移民局现在呢 越来越多的啊 有这个情况 就是说呢 你如果人在美国境外 先不批准你的绿卡申请 485申请 你需要返回美国才会批准 我们已经收到若干的移民局这种通知 说哎 这个人申请看起来没有问题 可以批准 但是他现在正在美国境外 所以得等他回到美国才能批准 所以有的人说 我拿advance per load出境了 要是我的绿卡正批了 我拿什么证件回来啊 首先呢 这个是可以解决的 其次呢 像刚才讲到的 这样的情况 现在会越来越少 因为呢 移民局会要求你返回美国以后 然后呢 才能够完成你的i485的审批 那也有的时候呢 你要注意啊 这个ead ap卡 或者advance per load 它有过期日期 对吧 那你当然要在过期日期以前返回 或者如果你的申请需要打指纹 或者有在移民局办公室的interview 那你也要注意去参加 不要错过 造成申请被拒 当然如果你实在没法参加呢 那你可以联系移民局 或者如果是通过我们律所来办理的 我们可以帮助你联系移民局 要推迟时间 那你可以推迟一个月两个月 你说我要推迟一年 那不太现实 所以呢 我们这个视频讲到的是 用combo卡 或者这个advance per load 入境美国一些注意事项 好 谢谢